好多动物都已经死了 你说这是干的事吧 太缺德了 为什么我们要坚决抵制宠物活体盲盒 一 提醒商家 为了赚钱 很多商家经常把来历入名的狗 买出去的狗 生日是新鸡狗 行行 来活着就好 包装成盲盒进行售卖 不但没有检验证明 健康程度也未可知 二 是选快递 为了省钱 很多商家还会违规 使用普通快递发货 而有些快递员 那个既成都是吧 则是选择视而不见 幻想一下 小动物在一个狭小且秘密的空间里 没有食物 没有水 运输的过程中还会被丢来丢去 等送到买家手里时 小动物早就伤害累累 甚至是没了生命 三 不是买家 为了太便宜 很多买家花九十九 甚至是九块九 就要放一起买到平中好的狗 这个好闯 拿宠物的生命做土著 更是对生命的漠视 所以 身为人请尊重生命